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神祖新聞報道 各位今天5月17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一節新聞 我王俊賢 前首相作為師神密抵達台灣 進行為其5日訪問 呼籲西方對中國取出更強硬立場 並肯定台灣是自由民主登塔 他抵捕後隨即獲台灣外長吳昭雪接見 作為師此行 被視為向首相三位城施加更大壓力 要求政府對中國取出更強硬立場 他今天向遠景基金會發表演說 說專制政權不會講真話 指出一直有人聲稱他們不想要另一場冷戰 但這並非取決於西方 中國已開展自我封鎖 而西方要決定是否要和中國脫離經濟關係 卓維斯說 中國已決定他們的政策 西方唯一選擇 就是取出修正政策 還是取出行動避免衝突發生 目前英國政府對中國主態曖昧 將中國定位為或時代系統性挑戰 外相其三名上個月表明 孤立中國和中國脫離關係是出賣英國國家利益 也與現代社會脫節 而英國也沒有承認台灣為國家 雙方也沒有官方往來 卓維斯成為繼大著義夫人 1990年代訪問台灣後首過英國前週上到訪 卓維斯表明 三位城必須將中國定性為威脅 在昨天已提到 西方不能在無核拋華情況下假裝有威懾力 又說如果要防止南中國海發生衝突 就需要認真對待國防合作 他又提到世界不能依賴聯合國安理會或世界貿易組織 而是呼籲建立一個自由網絡 共同發展一個經濟北約 協調對北京反擊 他又說七國集團需要在這個週末 在廣島居行的會議上 商討經濟協調、對抗中國的經濟協兵 手上秀未成在去年暑假競逐黨魁時 表明中國是英國頭號威脅 更加揚言要關閉全國所有30間孔子學院 不過上任首相之後沒有兌現承諾 只能預期會停止撥款給孔子學院的普通話課程 不過黨友、夏議院外交少務委員會主席 Alisha Kearns指責蔡惠斯台灣之女 只是Instagram外交 表現成質居多並沒有實質作用 蔡惠斯反駁說黨內同事作用利用她的位置 作出政治攻擊 重申此行是展現與台灣團結 另外 前手上約翰遜出訪南韓首爾 在Twitter上在相片 說昨晚與盟友南韓總統文石月共進晚餐 今天就與外長撲振五言 表示英國與南韓關係前所未有那麼堅韻 RFA報導兩個在台灣的香港人在會場外請願 希望促請英國政府為中共和香港政府打壓人權而做得更多 包括制裁法官 兩個在台港人包括傅湯 和前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羅子惠 今早去到前手上蔡惠斯發表演講會場外 展示寫上Sanction NSL Judges Free Jimmy Lai 環額 兩人期望可以親身向蔡惠斯提交請願信 內容提到希望蔡惠斯能說服跨黨派議員和英國政府 譴責中共和港府剝奪黎智英和所有香港政治犯政治權利 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 並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 同時希望英國政府和議會 能與在英港人組織建立更緊密聯繫 制定制裁侵害人權的港共官員名單 羅子惠認為英國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並且據例說在接收政治難民 制裁官員和法官方面都做得不夠好 傅湯就認為英國政府應該為人權 為民主自由進一步向中國施壓 不過兩人未能見蔡惠斯當面遞交請願信 面對前手上蔡惠斯訪問台灣 中國外交部發言汪文斌說 英國個別過氣政客拿台灣問題擦存在感 只是為了撈取個人政治私利 又注意到英國國內局界對作為施始舉惡評預朝 說這次旅行是表演性質 最糟糕的是網行外交 形容這個持續不負責任的 洛福克西南選區議員 正為英國帶來另一種傷害 郭文斌說台灣民進黨當局花注台灣公帑 套號英國歷史上最短命手上 絕對不是愛台行徑 而是賣台 強調歐年外部勢力謀毒挑釁的企圖 注定以失敗告終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批評作為施訪台 說他進行危險的政治表演 這樣對英國百害而無一利 並強調中方奉勸英方個別政客糾正錯誤 停止拿台灣問題做政治表演 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力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四百四十八日 俄軍今個月以來密集空襲幾乎 星期二凌晨兩點半再響起防空警報 事後烏軍說攔截俄軍十八支導彈 當中六支是名為匕首的超音速導彈 俄羅斯否認說法 說烏軍聲稱擊落的導彈數目是俄軍發射數目的三倍 並聲稱匕首摧毀美國製造的外國者 地對空導彈防禦系統 俄羅斯過去聲稱這款超音速導彈 在世界現今防空技術下不可能成功攔截 超音速武器飛行速度是音速五倍 加上飛行高度低地面雷達難以偵測 普京在2018年曾經形容這款超音速導彈 是六款新一代武器之一 以證明俄羅斯擁有領先軍事裝備 能與北約抗衡 兩個美國官員之後證實 外國者系統可能受損但沒有被摧毀 而最新烏克蘭否認俄羅斯的說法 說匕首不可能摧毀系統 並指俄軍所說的都只是大外宣 烏克蘭副國防部長昨日說 近日烏軍成功重奪北克穆特東部大約20平方公里土地 被外界視為大反光前的好消息 至於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 烏克蘭戰爭可能會因為美國放棄盟友而結束 就好像美國當年接出阿富汗一樣 其他消息 中國洞督少演員李浩石涉嫌在演出時侮辱解放軍 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公布 嚴肅茶處李浩石和涉案公司 被沒收133萬財產和罰款超過1,300萬人民幣 北京文類局表示接到群眾舉報 立案調查上海嘯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才發現 這間公司和李浩石肆意傳改演出申報內容 在上星期六下午和晚上連續兩場演出當中出現嚴重侮辱軍隊情節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李浩石日前在演出時說自己養了兩隻野狗 見到兩隻野狗他們正是追蟲鼠 令到它想起八個字 逐風優良能打勝仗 在場的觀眾聞聲喜笑 文類局說這間公司違反相關規定 決定警告沒收近133萬人民幣的違法所得 並罰款1,335萬人民幣 無限期暫停攝氏公司在北京所有演出活動 並追究涉案人員、經紀機構和演出場所經營單位責任 局方表明絕對不容許任何公司和個人在北京作為舞台 侮辱解放軍的光榮形象 攝氏公司發表聲明回應說接受註訓 再次申表協議 立即解除李浩石合約和藝人經紀合約 停止全國各地線下演出等等 而李浩石的個人微博已被封鎖 聽香港消息 壹傳媒作品人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 去年莫批准委訓英國御用大律師Timothy Wynne Owen辯護 人大常委會之後釋法說需要先取得特首的證明書 國安委並建議入境處拒絕批出Owen的簽證 來自英日品要求法庭聲明釋法不影響他委訓Owen 另外亦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國安委越權 司法機構網頁顯示 首席法官潘兆初會在週五頒下覆核許可裁決 今次案件雙方主要爭議國安委決定建議入境處 拒絕批出Timothy Wynne Owen的工作簽證 是否如月廣告國安法賦予國安委職權 和香港法庭有沒有管轄權判斷國安委越權 來自英日方早前陳志說 人大釋法擴闊國安委的守門權力 即是可以在法庭沒有索取特首的證明書時介入 但國安委權力只限於決定某行為是否與國安有關 不包括在本案中建議入境處拒絕批出Owen的簽證 至於答辯方主張根據《國安法》第十四條 法庭無權覆核國安委決定 形容本案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 重申香港法院是地方法院 中央政府有最終的官核權 香港台一節新聞報導員